刚才讲是 没有想到李克强的死 对郭台密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 然后现在日经中文网 日经中文亚中文怎么讲 他的之前在驻中国的社长 钟泽克赫写了一篇专文 这个专文讲 李克强的死的谜团说 习近平永远的对手 竟然就是李克强 之前不是讲北戴河里面 把这个池浩田 把这个所谓的曾庆红 整个网络起来 去对抗这个习近平吗 背后竟然是李克强操作的 所以今天就有特别提到 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你看 这是习近平 习近平看李克强的最后表情 对 没错 上次今天来说 这个李克强被火化 火化的时候你看 这个最后的送别的时候 这是习近平呢 看着李克强的表情就是这样 你看就说 好像他嘴巴念念有词的一个状态 当然我们不知道他讲什么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最后在跟这个遗孀 在讲话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说 他其实态度都非常类似 你看这个跟遗孀讲话的时候 他还没有握完 他马上头就已经往旁边去了 就根本就没有多少 好像跟他一起讲话 然后就已经不理他了 就离开了一个状况 感觉只是行李如鱼 对 那事实上这的时候 这跟他之前 在送别李克强的 离开人民大会堂的时候 也是一样 就好像跟你这个讲话 没多久的时候 我就我也就头撇过去 没有跟你讲话 意思到了就好 对 意思到了就很随便 这样一个感觉 你看就这样子就走了 好 那就是李克强最后一次 对 那你就知道其实呢 有人就说从这些肢体语言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习近平真的是对李克强颇有为止 或者是说心中有满满的不满 好 那为什么心中会有满满的不满 这个宗泽克克就写了一篇文章 他就说 李克强是死的谜团与危险 那喜的永远的这个对手 是北戴河大戏的幕后黑手 所以北戴河大戏 对 是李克强操盘的 对 因为宗泽克克曾经写过 在这个所谓北戴河的时候 不是习近平面临到党内的大佬的逼宫吗 包括说像以曾庆红为首的 还有张德江他们都去了 然后他们数落习近平的这个 最关键是 竟然把当过国防部长的慈浩田 给请出来了 94岁的慈浩田 在那边两眼瞪着习近平 习近平才不敢发作 就他们两个发难去批习近平 那为什么习近平没有反击呢 就是因为有一个老军人 老军头慈浩田就坐在旁边 就在这样看 所以就说因为这样子的时候 他们越讲越兴奋了 越讲越兴奋的时候 让这个习近平可以说是 摸民专岛会 然后后来呢 听说是这样 听说是这个会议来说的话 李克强可能就是 有先跟他们开过会 虽然李克强没有去 但是有开过会了 好像很多意见 他们传达的意见 都是李克强的意见嘛 所以这会让习近平有一个想法 就是这搞不好是李克强 在后面搞我的嘛 所以你要讲的 这一次北戴河的风暴 是中泽克克第一个写出来的 他在写出来说 大家讲你到底写的 真的还是假的 当然很多人怀疑 就没想到越来越多的文章 连习近平暴怒讲了什么话 全部都公布出来 代表中泽克克在整个北京 在这地方是有线的 他才知道这么详细的内容 现在又讲 这中间所有的线 是李克强在串的 对 没错 事实上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李克强当初的 他在人民大会堂的时候 胡锦涛不是被请出来吗 他意有所指的 胡锦涛拍了李克强一个 我们当时就讲 事实上这是什么 这是胡锦涛在跟李克强说对不起 我怎么跟他说对不起 我跟大家讲 事实上在当年的时候 其实李克强跟习近平 两个原本 习近平不是接班的人选 原本当时的团派 跟这个所谓的太子党之间的斗争 是以李克强跟薄熙来为主了 两个人的对抗 但因为两边僵持不下之后 最后妥协由习近平来担任国家领导 所以他是第一号人物李克强 屈居第二号 因为当时讲一个 比较好操控的习近平出来 然后薄熙来后来就是 他就被关起来的一个状态 所以变成是这样一个局面 那这样一个局面的时候 其实李克强当时就跟这个 胡锦涛建议说 我建议你 你学这个江泽民 你不要裸退 你把这个军委会主席 你再担任两年的时间 但在两年的时间让团派壮大 你接班接过来之后 我们才有能力跟习近平互相的对抗 但是李克强 但是胡锦涛不要 他全放 全放之后注定了 习团派全灭了一天 因为什么 习近平掌握全部的时候 他会认为谁是他最大敌的 团派 我掌握全部的时候 我就把你干掉 这就是政治的现实吗 政治是现实 政治是实力 谁能够取而代之 就是团派 我如果把团派给干掉 就算我满身伤 我也没敌人了 所以他为什么在这几年的时候 一直 你看在这一届的这个常委里面 他一个都不给团派 事实上在之前的时候 胡锦涛已经有跟习近平说过 就是说你希望你能够给几个团派 所以不是我们拍到一幕吗 他要看那个名单的时候 栗珊珠不是把他帮 把他遮住吗 后来宣布名单 他才知道完全都没有我的人 所以也就是说 习近平掌握大权的时候 他才不管当初有跟你什么承诺 反正我就是杀你到底 那你更何况 你李克强推了之后 疑似这些大佬在后面 为什么他们敢作乱 就因为他们有第二号人选 如果习下去的时候 人家当时不是都说习下礼上 那我怎么会这样 因为李克强当时才年轻 习近平都70岁 李克强才68岁 中国有个七上八下 照理说习近平是不能够带担任 如果那个七上八下的观例是对的话 是李克强还能够在政治局里面 你习近平不行啊 所以很多很多条件 都让习近平一直都把李克强 视为是我潜在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竞争对手 那今天以他在中国的地位来说话 我只要把李克强 把他拔掉之后 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 团派已经几乎是团灭 没有任何一个大势力跟后对抗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说 李克强过世之后 很多人就会把矛头指向是习近平 我觉得这一点都不意外 那你这件事情你看出来 所谓的坐老二这件事情来说 是相当相当危险你只有永远的当老大 你才不会有事 所以为什么大家现在蓝白了 大家都要当老大 因为当老二的下场恐怕会非常悲惨 好董事长刚才讲是 李克强这只真的对这个郭台铭 有一些冲击吗 而且我们刚刚看完片 到了郑州厂 或者是说他当时到了广东 弄面板厂 当时都是胡春华 跟郭台铭非常熟悉的几乎都是团派 郭台铭其实跟习近平跟李克强都很熟悉 因为这个李克强是北大的 北大的 这个习近平是清华 是清华大学 郭台铭是清华大学同学会的秘书长 是朱镕基帮他聘的 到现在还是 所以他们的同学会是由这个郭台铭负责 那个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位置 那因为清华的同学没有很多 那李市长好像还是朱镕基 这目前的情况 所以其实关系我认为都有 但是跟这个中共的高层 谈私人情感 可能是很困难的事情 共产党不讲这一套 不讲感情的 不是 他是绝对的务实理性主义 他们是何意志 他答应你的事情 他就把你当商人 因为你要知道 中国共产党把企业家 当成这个是第一级的族群 那这个整个的风气的改变 是从江泽民开始 用三个代表的这个党 修改了党章之后 让企业家有可能进到 所谓的他们周边的一些 所谓代意识系统里面 那郭台铭当然是非常大的一个代表性人物 所以郭台铭这次在台湾的选举这件事情 当然是影响中国的企业界 非常非常非常大 因为可以改变了中国企业家 在他们政治体系里面的一个位阶 然后对这个李克强的 失去他的这个权力这件事情 本来在中国大陆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政治的一个 次贷的交替 那这个交替过程当中 以这种郭台铭这种长期在中国经商的人 当然是一种损失 因为这个交替完了他成本要增加 当然李克强是国务院总理 他们的工作上的接触 或是交易的机会 要远大于习近平 因为习近平是党主席 是属于国家领导人 包括党务 所以他们没有什么接触机会 所以我认为是说 当年确实可能李克强有鼓励他 有承诺他一些事情 但这些事情到后面 因为现在的国际形势的变化 可能现在的国务院 并没有办法会继续执行当年的承诺 好 玉峰另外就是 中美之间的这样的 他的冲突的对抗开始也越来越激烈 三冬号这两天到了南海 也到了台湾附近 就没想到美国是两艘航空母舰 卡尔文森号跟雷根号 两边夹起 让这个三冬号非常的紧张 还有我们早上讲到了 美国是11艘航空母舰 照一讲他们有个333字 三艘在巡航 三艘在母港 另外三艘在维修 结果现在在整个世界里面 已经有五艘航空母舰 在进行任务 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对 其实在地球上面 谁是有最多航空母舰的 就是美国 美国有11艘 但是航空母舰 就像保洁哥讲 你有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任务编组 有三分之一的话 你在海上部署 三分之一要进行维修升级 三分之一在进行训练 但是因为中美的一个对抗 大陆有多少 大陆有三艘航空母舰 现在其实11艘 美国航空母舰 有五艘已经出动了 一半在外面了 对 这比例是非常高的 而且其中除了华盛顿号 在美东地区之外 另外四艘都是在一个热区 好 艾舍豪号在波斯湾 福特号在地中海东部 而印太地区有谁 有卡尔文森号跟雷根号 他们在干嘛 他们在夹击山东号 最近在夹击山东号 对 最近在夹击山东号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在南中国海这个地方 中国大陆认为这个地方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们跟菲律宾 一开始对峙 再来打水炮 最后真的撞船了 撞了下去之后 山东号出动了 山东号到菲律宾左右了 对 山东号要往菲律宾来走了 然后山东号出来的话 其实气势是非常强的 因为航空母舰 不可能是自己一艘位 他一定是一个打击群 一定是一个舰队 所以他带了谁 带了桂林号 带了长梢号 带了许昌号跟黄山号 浩浩荡荡就往南中国海走 走的时候遇到了谁 去威克菲律宾 对 要去威克菲律宾 结果雷根号来了 雷根号到了马尼拉 来做一个联合军演 你有一个 雷根号到马尼拉 对 到了马尼拉 所以你有雷根号 我有山东号 这道还好 但是卡尔文森号 原本他在哪里 原本他应该是在 美国的圣地牙根 结果他也来了 而且他来的速度 从圣地牙根过来 对 而且他来的速度 是非常快的 他带了一个航母 打击群过来 所以等于我山东号 在这个地方 我跟你单挑雷根号 都打不赢了 你又来一个卡尔文森号 所以他紧急叫支援 10月28号的时候 叫了一个侦察舰 新信号过来 一架不够 29号叫了很多个 好 可可西西里湖 还有天权新号 都直接从宫古海域过来 还是不够 都在菲律宾左右 对 有这么多船舰在那边 对 而且这还不够 因为卡尔文森号 态势太强了 就紧急又叫了 这两个就有悬念 就有悬机了 唐山号跟这个违访号 这两个就专门 一个是对空的 一个防空系统的 一个是防舰系统的 所以等于说在这个地方 是非常非常热闹的 这个战事呢 也是有可能是一触即发的 好 讀会 这个我们外号人不懂 今天山东号到了菲律宾左右 本来要用山东号来威吓菲律宾 就没有想到 雷根号跟卡尔文斯号 居然南北夹击 把中国吓死了 中国就马上紧急调动 把这么 驱逐舰南昌号 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号 电子侦察机天权星号 全部送到这个地方来 有那么紧张吗 对 我们上个月 关注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从仁爱交 司令交到黄岩岛 整个南海在菲律宾 所谓的第一岛链的 这一块来讲的话 中国的海警船在包围 包围之后呢 结果后来海上民兵 去撞菲律宾的沟湖船 本来是只有 这个水柱而已 水炮而已 后来撞船 撞船之后 昨天前天的事情 就是菲律宾的军舰 直接冲撞 那个黄岩岛的那边的 这个中国的守军 也就是中国还是用 海空军来压制菲律宾 所以现在对菲律宾来讲的话 他要做一件事情 我认为在测试 美国对菲律宾的 防卫承诺是什么 因为在从去年到今年 不管是布林肯 奥斯丁或者是 Harris就是贺锦利 都讲了一句话 如果菲律宾的武装部队 还有公务船舶 被受到攻击的时候 就视为启动 美非防御条约 那这样的一个做法 跟2012年的 黄岩岛事件有别 所以现在小马可市 正在做一件事情 我今天你中国搞我 你不让我补给 这个马德雷三号 我今天所有的东西 包含海警船也好 现在包含这个 这个军舰也好 都开始冲撞中国 所以中国为什么要派 煽动号出来 就是要来对付菲律宾的 但问题是什么 美国就开始压阵了 所以为什么会雷根号来 卡尔文森号来 就是在压制 这个整个来讲的话 中国也不能 不能去搞菲律宾 实现美非的安全承诺 对 所以这件事情 而且也要注意到 日本的角色 日本也会派舰到南海 这个地方来 所以这几天 其实南海非常热闹 只是大家都把关焦点 注意到尾巴这个地方而已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